在里面也是 对不对 所以我要念 因为张英没有这个名单啊 所以还有当然我们的 宁舟世界议员 张英也是 大三角父的真神 我们的主席 那都张国河先生 还有我们的各项团的 这个主要人物 包括朱瑞胜先生 陈兆德先生 陈庆普先生 那都武汉先生 还有福气景先生 当然我们的点心城 这个老板 陈伟和先生 感谢他借用他的小弟 来办今天的这个节目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是 其实原本的是 据点45分道 但是早上我有一个节目 所以在这个节目的时候 他们就安排了早餐 所以我已经讲说不要 我要趕过来说一定要已经 已经安排了 还有特别 特别 可以说 放这个烧猪肉 名字我最喜欢吃烧猪肉 放在我面前 所以不吃也不可以 所以我说 我真的是要赶过来 但是 最终呢 因为 还有啊 所以我已经吃了 吃了 所以我说 我不行 已经安排了 一定又吃 所以就不好意思 跟他们一起吃一个早餐 所以 就吃一点点 其实小弟 感觉到非常高兴 而幸运 能够跟大家在一起 虽然是说 我们今天是一个简单的意思 但是 看到朋友啊 的时候 我认为说 朋友应该多见 不要少见 帝人应该少见 但是事实上 你说帝人多见 朋友少见 所以我们说 这个 在这个人生观 多见朋友 大家就可以开心一点 而在大三角 我认为我们说 感觉到在大三角 很多朋友们 除了当然是 除了 大都 张霍和 先生 当然是 我们的同志之外 现在 还有我们的新的 这个今年的 中秋嘉年华会的主席 赖米利 是 却是 感觉到非常高兴 有大乡团 一起配合 当我们看 这个乡团 大家 一条心的时候 我们做工的时候 虽然是 辛苦 但是 也感觉到 非常自得 所以 这种的 精神 我们是 要努力的 而且大三角 一向来 可以说在 微省这方面 可以是带动 整个微省的 文化活动 所以 就是因为 我们说 去年 当我来出席 这个中秋嘉年华会的时候 小弟 有答应过 要 给一些 经济建筑 所以 兵州政府一向来的 管理就是 讲到做到 一定要谢谢 所以 我们做 今年的 讲到做到 我们就 获款八万零级 给这个 这个 而且 小弟来的时候 小弟公布不了 因为 我们的 原则就是这样 讲到做到 钱 要马上到 所以 除了过来 宣布 这个款项 我们也是有带支票来的 所以 就 钱是一支过 我们 不理做矮 今年公布 明年才减钱 就马上减钱 而且 另外一点 我要 强调的是 在这个文化 既然是文化 不是我管的 既然还是 罗斯桥 因为他是 物业 这个遗产 遗产 遗产方面 就是我的 所负责 因为我们是 在联德国 赵克伦组织的 世界文化遗产层 而且 他们需要 一定要 手续遗产 来掌管 来证明 我们非常 重视 这个遗产 这个部分 所以 就交给我管 但是 这个 文化部 还是由 这个 理务行政议员 或者理务行政的 罗斯桥固测 因为这个 当然跟这个 文化有相关 但是 这个是对我来讲 虽然是 每一个行政议员 的管下下 但是 做手续部长 也是要关心的 所以 今天 今年 不是 单单说 是 去年的诺言 刚才 他都装饭跟我讲了 首长 如果是能够 他成为 制定的 能够 装饭 哎呀 我们的 他都装饭和开口了 他开口了 我怎么样能够讲 不啊 对不对 怎样能够说 所以 好啦 好啦 尽管你已经开口了 我就马上 同意来答应了 我们把它制定化了 好不好 我们把它制定化了 好不好 就是每一年 最少给你八万五十七的负款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更积极的提供这个 文化的活动 当然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 我在这边我出八万 张银套他出两万 但是今年我们的这个中秋加年万会的主席 是一个东西 而且这个张银他非常争取 悟你要从政 悟你要当重要的智慧来献身 现身 我们这些文化活动 所以为了鼓励 今年他不会 他说他不只给他万块 那一个多 要给 要给 几多 我由他宣布 那不是我 那由他宣布 他还要给几多钱 所以这个是为了鼓励 我们的 赖美丽女士 能够 感觉到 有大家的关怀 爱而爱惜 其实我们说 要推展这个文化活动 当然 钱重要 可是最主要的是 我们要有一些文化的串行串益 这当然要靠大家的配合 所以在大三角 虽然是 我们往年 没有获得这个 真理破坏的这个关注 但是他们还是 其实在写 所以 这个是我们非常赞扬而敬佩的 我认为说 在这个大三角 每一次所办的这个节目 确实有新的东西出来 而且当然今年有几个建议 那我由你们的小室去处理 但是对整个冰州政府来讲 我们说如果是要成为一个国际城市的话 冰州不仅是靠冰岛成为国际 达到国际水族 为什么同样也要达到国际水族 所以当我们讲说 冰州要成为国际城市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看到 大三角有迈向国际城市 所以当然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提升基本设备事实 应该建议就建议 应该做国际做国际 应该提升满山就提升满山 在各方面各领域 所以在这方面你会看到 我们在这几年来也非常重视这一点 大三角的这几年来的可以说 要轮廓发展 基本上也是看我们的基本设备事实余生 我们的交通方面四通八道 尤其是宗旺青那条路 确实有很强的带动力 跟其他道路配合在一起 但是如果是一个城市 单单靠基本设备事实是不足够的 一个城市要达到国际水族 一定要有领域 你造人没有灵魂 你只是一个讲师 你不是人是一个讲师 但是我的讲师不会害人 但是也是一个讲师 所以一定要有灵魂 所以一个城市要有灵魂 就是要有文化 所以我们说 要一个文明社会 一定要先有文化 所以过后才能说 我们是个文明社会 在中国 在先进的 我讲台湾也好 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他们非常重视 反而文化 可以说在他们的GDP里面 是非有叛演 有一定的部线的角色 而角色 马来西亚方面 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做本意 我做过本意 以前 如果是我们讲三十年前 你有没有想象过 你会追着看韩国的那个年纪记 有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 到底会追那些韩国的明星 或者是歌星 没有 但是现在不是单单我们的小孩 小女 追那些韩国明星 也不是单单我们的华裔 的那个年轻 青年 包括我们的马来青年也是一样 很迷这些韩国明星的 还可以唱韩国歌 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我知道你懂 他在唱什么 他不懂 可是他可以唱 到这个地步 而不是单单在东南亚 在全世界 好像那个塞 那个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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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到全世界去 这个就是文化 所能够带来的 成绩带来 所以我们说 在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这个文化方面 已经 因为给政府的插手 给政府 让政府的政治怀 或者是他们的 他们自己的那个目标 已经弄到 不能够真正突出 突出 突出文化的最佳 最可以说最美的 它有点 其实 槟城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名声 叫做皮拉利 皮拉利是 有做过亚洲最佳的演员 有德国讲最佳演员 为什么从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最佳演员 现在马来西亚最出名的演员 已经没有出现 反而是韩国 一切韩国没有的 韩国 日本的其他文化 我们一定要有真正的文化 就是要自由 让你们自由发展 所以好像 大家也知道 当这个办这个 加年华会的时候 兵州政府完全没有加速 我们只是点击 在办任何文化活动 我们也没有加速 我们只是 破款 破款在我们的这个 经济的能力 所以我们是非常重视这一点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把文化做得好 一定要有这个空间和这个自由 而且要大家能够配合 最重要要有专心 所以我们是希望 好像大三角 这个充州加年华会 我们看到一些 有新的东西 不能不同在那边 如果你一开始 停在那边的话 你一看那些人数 会越来越少 那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所以当然 没有出现发生在大三角 这个就要靠大家 我们一起配合 一起把这个文化发扬光大 百花极放 我相信 兵州大三角 能够成为一个国际城市 所以我再次再等待大家 希望大家再加在力 今年的中期见 再见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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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